哈囉 我們現在人在曼谷 又出國了 耶 然後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來泰國 其實我本身就超級愛泰國料理 來台灣也很常吃 這主要行程就是我要在曼谷 然後跟中間會去一趟巴達亞 一如既往的走一個比較慢的路線 因為上班實在太辛苦 現在的話我們在那個 前往阿魚脫葉的路上 剛好我們的話就是在 剛午節期間來的 所以我們應急的點一下 泰國的粽子 看起來還蠻素的 白果、香腸、蛋黃跟香菇 祝大家觀眾午節快樂 雖然我節好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過很久了 口味清淡 一點都不油 阿魚脫葉又名大城 是居曼谷市中心開車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古城 是阿魚脫葉王朝的古遺址 這個地方就是一大區 然後有很多的寺廟 我們的司機會帶我們從 A寺廟到B寺廟 阿魚脫葉是在14至18世紀 當時最為繁榮的巨大王朝 是當時世界上最大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有點像去 我覺得無歌突破的是南美洲的感覺 第二個這個寺廟要入場費 然後泰國人10塊外國人50 第二個佛路寺的話面積比較大 然後古遺址也比較多 但是這個就要收錢了 其實還蠻壯觀的 這個仙爐政權在18世紀遭緬甸入侵後摧毀 而阿魚脫葉則成為一座 遍布考古奇怪的泰國現代化城市 無頭大佛和殘破不堪 但人美麗的設立塔和森院 都是當年以此地為中心的雄偽文明的見證 實際到廢墟中心走走 還真的有點穿越時空的感覺 有機會來泰國曼谷的朋友 不要除了這個景點囉 雖然現在是泰國的雨季 但是我們這以前還蠻幸運的 艷陽高照 在阿魚脫葉這個地方 大部分的寺廟跟遺址進去是不用錢的 但是有幾座保存比較好的會收門票 但反正都來一趟了 應該就附潛進去吧 外面實在太熱了 三七 三六三七度 然後我們現在找了一家有冷氣的景觀餐廳 來這邊吃飯 但是外面雖然有那個合集 但是真的完全不想移戶到外面 所以我覺得雨季還是可以來泰國 就是你只要運氣好都不會下雨 甜的 這冰淚絲是甜的耶 這很甜 我驚呆了 很甜 這是Kip Kat的鬆餅 很好喔 阿魚脫葉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偏的 非常適合邁旅行 但是來這邊吃飯的話 有點不方便 當然如果你喜歡吃那種路邊攤的話也OK 今天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剩下的話價格就偏高 一道菜的話他們都是在200泰豬左右 但我覺得有冷氣不急啊 然後我們下午應該還有兩個次要去看 這邊的話就是這樣 你可以包車在四跟四中間移動 這個區域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你也不能走路移動 阿魚脫葉這個地方非常適合邁旅行 不用急著打卡每座移植 用餐也不會有時間限制 很適合來曼谷的時候 排出一整天的行程來這邊晃晃 不過來之前也有查到有人推薦住在這邊 移植搭配晚霞一起看 又別有一番風味呢 有些廟進去要拖鞋 大家來阿魚脫葉玩的時候 也要留意當體的風俗民情喔 有些寺廟要拖鞋 有些地方不能拍照 留意告示牌 才不會做出令人尷尬的行為啊 一起做個有文明的旅者吧 這是我們在阿魚脫葉看的最後一個廟 現在我們就要搭車回去了 今天實在是太熱了 我們應該已經曬紅了吧 OK 我們現在回到市區了 肚子超餓的 晚上來我們酒店附近吃 正宗道地的泰國菜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路邊 然後沒有冷氣的地方 真的滿身大害死 還是真的道地才是 又是很酸很辣了 哇這個青木瓜吃真的好辣 很開胃 這是泰國菜 正宗的泰國菜 泰國菜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具有魅力 這是我本次來的第二次吃泰國菜 昨天是在路邊吃的 你覺得沒有路邊太好吃嗎 對 路邊真的好好吃 這個就是滿正規的 路邊它的口味超重 然後海鮮很多 料很多 那也很油 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乾炒和粉狀感 然後又來吃炸雞了 這個皮一摸就覺得好硬喔 感覺就是非常脆喔 喔 很多汁耶 皮炸非常的酥脆 然後很厚實 咬進去之後 那個肉汁又鎖得非常的好完美 它沒有很多的胡椒鹽去拉那個味道 它就是很原汁原味的炸雞 所以它泰式炸法嘛 怎麼沒有被弘揚到全球 然後吃漢餐的話 就是一定要配這個 一大顆眼睛 這一顆才50塊 很甜 太美好的 然後我又來喝東櫻公湯 東櫻公湯在這邊就是 連三餐都可以吃 喔 好鹹 好辣 非常非常辣 跟平常吃的東櫻公味道不太一樣 超重口的 我們的團隊團員不能吃 道路道都是非常經典的好料 如果你喜歡吃泰式的話 來泰國就是到天堂 每一菜都是大的抉擇 為了通就很有趣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在 曼谷以及阿魚駝夜的新菜 別這樣啦 掰掰